高檔和牛烧肉店 员工在里头忙上忙下 见到媒体一度拉下铁门 这间位在台中西屯的店面 4月遭爆出使用8项过期食材 其中包含过期牛肉 遭市府重罚144万并勒令停业 如今业者大动作宣告复出 粉丝专页发文写下亲爱的顾客 因4月的报道给您带来的不便 和担忧深标歉意 将于8月5号重新开业 不过眼前网友发现 图片上一度写的是7月29号 后来才又悄悄被改成8月5号 早质疑是否偷跑 应该是首客 他们会偷偷接进去 他们其实一直都有在偷偷营业 它铁门是会关起来 因为它旁边有个小侧门 它都是这样 就是可能电话通知 然后就出去接 有时候都有两三个大门口 可是你铁门就关着 站在那边很奇怪 昨天你看到的样子是什么样子 就铁门是开的 就跟平常之前几个月前一样 就正常营业这样 30号下午 员工挂上店外装序 桌上摆出已定位牌 但员工私下澄清 并没有对外营业 而是只有招待友人 而面对业者高调发文 卫生局强调 并未同意副业 耿吊下重话 业者虽然在日前 曾经提出副业申请 但是相关的申请内容 并未明确地说明 与其肉品的处置方式 以请业者补证中 目前尚未收到补证资料 如果业者违反规定 自行副业的话 本局将以史安法规定最重 可处新台币三百万元的发还 那店家如果没有职业道德 你防不胜防 不应该啦 应该要审核通过之后 再去 因为至少有政府把关 实案处证实 确实有收到业者副业申请 但内容并不齐全 也还没收到布证资料 因此尚未通过 至于是否有偷偷先营业 将会派员稽查 如有违规将依法开罚 明示信王学梁志祥 台中报导 明示信王学梁志祥